Hello大家好,这里是川流网,我是讲师Max 感谢各位观看川流网自主研发的TikTok Shop的课程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1.2.1的课程章节 TikTok Shop的优势 作为电商的卖家呢,想要了解某一个平台 最想要知道的其实就是往来流量、用户的画像 还有购买力这些信息 TikTok呢又和传统的电商平台不同 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电商平台 而是依托短视频将产品展示给买家 结合这个特点呢 我们今天将从用户画像 还有小黄车的功能 还有为独立量引流这三个方面 为大家介绍一下TikTok Shop独有的这些优势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用户画像 其实早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了TikTok的全球下载量 已经达到了20一次 现在呢也超过了Facebook 还有WhatsApp位居第一名 如此大量的一个用户基础 一定会有庞大的购买需求 我们拿一组数据来说话 根据英国的一个调查报告来显示 50%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在TikTok上面发现过 从来没有见过一些新的产品 还有71%的受访者表示 TikTok的内容会引发他们的购物具 哪怕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购物的一个计划 一个欲望 还有根据官方提供出来的用户画像 TikTok呢与其他平台的用户重合度 其实是比较低的 也就意味着卖家能够在TikTok上面找到独有的一些用户群体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用过其他的应用软件 仅仅使用TikTok而已 这都意味着TikTok拥有稳定的流量 并且他们还有热爱购物 并且善于分享 多于分享这么一个特点 而且TikTok的用户大部分是年轻人 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 以及好感度都很高 所以购买产品的欲望也会非常大 冲动型消费的概率会更高 当然那客人价肯定也不能定得太贵 还要说的一点是TikTok的用户粘性 因为在TikTok使用的推荐算法来说呢 是以内容为基准做推荐 类似于咱们国内抖音的算法 我们想想看 在刷抖音的时候 刷的是不是都是自己喜欢的 兴趣爱好相同的这样的视频 TikTok的也是一样的算法机制 利用用户的行为标签 来实现用户的兴趣 还有内容之间的一个高调匹配 所以用户点开刷的视频 都是基于用户本身的兴趣爱好 所以这一点就增加了用户的粘性 甚至会有一些用户在刷赌音 或者刷TikTok上面会上映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刚说的那三点内容 首先TikTok是一个难得的现象级的手机应用 总用户下载量超过了21次 其次独特的一些用户群体 并且利用核心的算法推荐 保证了用户的粘性 第三点用户大多数是年轻人 冲动性消费比较高 这是TikTok的一个三大特点 以上就是TikTok的用户画像 除了用户画像之外 小黄车的功能也是一大优势 其实在我接触到的卖家中 有相当多的宽建电商卖家 是为了开通小黄车的功能而来的 有些人根本不想成为商家 只是想要小黄车的功能来带货 所以开通TikTok Shop 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啊 好 说了这么久 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同学 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黄车 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小黄车的概念 小黄车其实是TikTok购物功能的 一个重要标志 用户可以点击小黄车 达到商品页面 从而促使订单成交 小黄车展示的场景 也只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短视频的下方 或者是直播的下方 另外一个就是用户简介的中间的油位置 小黄车的好处就像上面所说到的 方便用户在观看视频的同时 发现视频中的新奇特的产品 或者是自己想要购买的产品 从而能够直接下单 点击小黄车直接下单 购物链路会更短 而且更容易形成冲动性的消费 刚刚我提到了 为了开通小黄车的功能而申请 TikTok Shop的人不在少数 毕竟现在的小黄车功能这么火 太多的人想要做联盟带货来赚取佣金了 TikTok Shop其实可以赋予 创作者账号的小黄车功能 一个TikTok Shop可以赋予 五个创作者账号小黄车 这可比做内容吸粉来开通小黄车的功能要简单得多了 具体的操作呢 我们会在本门课程的第三章节 会有一个手把手的一个实测教程 另外顺便说一句啊 国内的抖音小黄车功能 其实也是同样的原理 抖音官方是不是在开通小黄车里面 有三个明确的要求 第一点是要实验力量 第二点是要发布十个以上的原唱作品 第三点是粉丝数量达到一千 满足这三项条件之后 才可以开通小黄车的功能 抖音是这样写的 当然同样的原理 我们申请一个抖音小店 然后再赋予创作者账号小黄车的功能 一样可以跳过文高书的那三个门槛 来开通小黄车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再说回TikTok Shop 小黄车不管是对卖家来讲 还是对创作者来讲 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除此之外呢 如何发挥好小黄车的功能 也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三大优势 可以为独立站引流 TikTok Shop说白了 还是一个平台 作为卖家来讲的 最想要的是能够与买家直接接触 所以独立站就是一个很好的承接方式 可能会有一些小白同学 不知道独立站是什么 这里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独立站就是卖家自己搭建的一个网站 里面呢都是卖家自己的产品在销售 然后买家直接在这个网站上面成交 也就是刚刚我说的 让卖家直接接触买家 这样呢作为卖家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客户 他们的联系方式 还有邮箱 还有地址这些信息 从而呢可以更好的 进一步的引导这一批买家 做一些复购来提高销售额 所以独立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结合TikTok小黄车 我们就会发现 卖家完全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套路玩法 就是借助TikTok庞大的这样的用户量 来发布视频做曝光 然后再挂上小黄车 来跳转到独立站直接成交 这样一来就可以为独立站引流 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 整个过程是完全免费的 没有广告的投入 只要视频内容足够吸引人 足够的跟产品有相关性 吸引到了观看的用户 就会有大量的流量的观看量 也会有定量的作为转化 当然我刚刚说的免费 前提是不花钱买视频曝光 也就是国内抖进的抖家的功能 我们不做抖家这样的功能 就可以做到完全免费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条完整的电厂内容 完全走得通 而且有很多的人已经在这样做的 具体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PPT 首先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界面并不是TikTokshop的界面 而是TikTok创作者的这个界面 也就是我们在TikTok手机端 发布视频的这个过程 上传完视频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写一个产品的标题 大家注意看 在开通小黄车的功能之后 在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 add link的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add link 然后跳远到的一个下一个页面 showcase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下方会有一个 add more products这样的一个按钮 然后点击这里 我们进入到了下一步 进到下一步可以看到有三个选项 我们点击add product URL 好 然后会有这个界面跳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独立站的产品链接放上去 然后写一个产品的标题 把这两个信息完成好 最后点击add这个按钮 就可以发布挂小黄车的这个视频了 当这个视频发布出去之后 就会有用户看到这个视频 然后点击小黄车 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 跳转到了卖家的独立站 从而来下单了 是这样的一个电影 看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卖家会问到 既然可以挂链接 那我们能不能挂其他电商平台的链接呢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亚马逊的卖家 或者eBay的卖家 我能不能挂亚马逊的产品链接 来为我的亚马逊店铺引流呢 这里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条路行不通啊 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 TikTok 根本不可能白白的让自己的用户 跳转到他们的网站进行成交的 所以我们在输入跳动链接的时候 TikTok系统呢 它会检查 如果是电商平台的 如果是其他电商平台的链接 像亚马逊或者eBay 我们在输入链接肯定是amazon.com 什么什么 或者是eBay.com 什么什么 那么这样的链接通通都是添加不了的 所以各位同学 用小黄车为其他电商平台引流的想法 暂时放弃吧 因为现在TikTok根本不允许这样做 也许将来可能会允许 但是现在TikTok的想法车 只允许挑战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TikTok Shop 还有一个就是独立站 只有这两个地方 好了 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 下节课将为大家介绍一些 落地可实操的一些内容 如何申请TikTok Shop 我是川流网的Max 感谢各位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关注川流网 学习更多的快速内商知识 我们下期课程再见